欢迎灵异事件 滴海落着 每当微风吹过 就会想起了遥远的祝福 每当阴雨飘落 仿佛开不到红尘的丝绸 爱人的交融 掉成观影的脸庞 只要闭上眼睛 就会附在心头 也会想起来 阿俊,我才想不到 你沒錢沒錢,帶這些傢伙,你怎麼做什麼 雄哥,我本來是要送他回去 阿俊,阿俊,你又要送到這麼久,所以我不能直接來 阿俊,你怎麼不去哪裡 我記得很清楚 阿俊,在你我車後到,那個人在說 他說這條全報道,是由台狼全集帶出來 這是青條,以前的大冬 因為,競爭當時,像你調來台灣 因為有人報告的時候 像我們透明,從那帶來金人財布 種那個農地,你怎麼知道 結果很不凌,那整個狗競爭不走 好,小哥 熊哥,熊哥 這本金人財布,我跟他找到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了 哈哈 找到,找到 找到,找到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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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 你怎麼 我就是在這裡 那青條大冬的夢 哪有可能說做到這麼多年來當生 你怎麼知道 你八戶五十錢 你如果搶了多少錢 要到大將 你四個風三風天 退 開始了 這...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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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我怎麼講 你呢 我來 你來 來 來 你來 你去 你來 好, 走 小子, 哪兒過了? 家庭放在那裡 三鳥你會在怕 不啦,我們說要三鳥 才會在肚子裡,還要去抓 哎呀,哎呀,哎呀 像個犯罪,你就不用怕了 下來下來,我自己來 我給你一次 唉呀,天啊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那副尾巴巴 結果會刮叉這個空 等一等 都不行了 小狗 小狗 在家裡 小鬼啊,嬰子那些事情啊 不准你跟你們說一句話 要不然喔,你就倒大沒了 知道嗎? 我不叫小鬼,我叫小臣,知道嗎? 媽,妳是去哪裡啦,怎麼這麼晚才回來 哎呀,今天小禎破天荒特別乖 說要不要去做行李,我想要送她回來 她又不客氣,所以我不太高興 帶她去生日子看老月,好不好玩 好玩 有什麼 有人看到殭屍,嚇得跟女生一樣,跑了 什麼殭屍 哎呀,沒有啦,那個殭屍,人家在白露米湯 你逼巴虎的啦 美花,我們兩個小殭屍,小八道做夭 你要煮什麼美花吃 好啊 小禎,妳要吃嗎 我來吃 小鬼啊,妳很喜歡跟我搗蛋 妳如果再說一句,我就扁你了 知道嗎 小禎,阿嬤剛才聽到妳阿嬤這樣說 阿嬤實在很開心 我現在已經放了 阿嬤,妳現在已經放了 阿嬤,妳如果真的要阿嬤做妳的阿嬤 如果這樣,妳就要吃到這裡 跟她不用感情啊 我才不要特當我的爸爸呢 他是壞人 小禎 小禎 妳怎麼...怎麼能夠白說話啦 妳如果這樣說 阿嬤是會想起喔 妳要趕緊招開了 好嗎 小禎 小禎 妳不敢說 不敢表達 小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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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快走 喂 你想怎樣 怎樣 我告訴你 今天晚上的事情 有什麼東西好像在我們家 剛才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這樣 沒有啦 我剛才吃麵 沒想到也要唱幾首 我又回來了 對啦 我朋友剛才打電話來了 我大師兄出來一下 小臣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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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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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什么让他这么紧张 僵尸出现 暂时停止呼吸 小生疼 你给我说清楚讲明白谁是僵尸啊 你有看过这么美丽迷人的僵尸吗 而且还要煮饭给你这些错男神吃 铁头哥你怎么演 有人放屁 小神童 不是我 铁头哥 小枫 你是不是摆了榴莲啊 臭死了 小枫姐都没有闻到吗 好香哦 这叫海盼有足臭之夫 对爱到最高点好吃 受不了你 喂 请问中心啊 哦 是 好 好谢谢 铁头哥 勤务中心通报 说内湖山区发生一件盗墓案 而且在父亲山区 有情侣发现僵尸出没 什么 僵尸 赢兵斗铁街 陈列在前 魔法 圣洁 弓箭 弓箭 啊 哎呀讨厌啊 怎么神功不见了 没有练好神功 就没有办法 把妈妈丢出来 逃离坏人的魔掌 妈妈好可怜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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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报案了 就要去学义了 哎呀 我知道啦 兄哥啊 那些金银材簿的事情要怎么办呢 我兄弟就知道 那些众报道的事情 是真实的 我没骗你啦 我知道啦 应该改罪那么多 我请个法司法 要来做完 捏几个问我那些金银材簿 放在什么地方 唉 这个年头了 居然还有人盗墓 铁头哥 你认为就地缘关系来说 盗墓案跟家事的出现 会不会有关联 不知道 因为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哦 为什么 因为我不相信有僵尸的存在 那是十八世纪的产物 我甚至认为僵尸的出没 是歹徒用来掩耳盗铃 骗人耳目的 有线报说同样在内湖的山区 有歹徒在这边设立安非他命的工厂 也许是怕别人知道 弄个僵尸出来吓吓人吧 当然是有这个可能啊 可是 我却对盗墓案有着高度的兴趣 怎么说 一般来说盗墓的目的 就是想要窃取陪葬之前的东西啊 既然是这样的话 他应该去挑个大户人家的墓 为什么他会去挑一个 杂草丛生类似无主部分的墓呢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一样是冒风险啊 更重要的是 那个墓是清光序末年历的 一个百年老墓被盗 再加上附近会有僵尸的出现 这代表什么意义 你是说真的有僵尸啊 是的 在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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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